都说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就算不是如此 相信每位爸爸妈妈也都需要自己的宝宝出生 就拥有一个客人的外貌 虽然说有才也很重要 但是既有貌又有才不是更好吗 每个爸爸妈妈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一切 食物本身其实就含有很多大家 平时购买各种营养品所含有的人素 只有摸清每种食物有益于哪个部位 与妈妈进行适当的食用 都会有利于宝宝的发育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运气不能吃的东西不要碰 含有人工添加剂的不要用 吃水果尽量避免农药残留等现象 很多人都觉得宝宝的长相 皮肤都是注定的 是遗传爸妈的 又怎么能够改变呢 其实这种说法没有错 这方面遗传的因素却是比较大 但是怀孕期间的饮食 也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孕妈妈在还原期间的食物 是有很多讲究的 不单单吃给宝宝健康的身体 也会影响到宝宝的长相 也就是外貌 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两种 对于眼睛有一定好处的水果 很多人都觉得宝宝的眼睛是遗传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身边的宝宝的研究 都是又黑又大的 至少都是特别黑的 今天说的这两种水果 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功效 一 蓝莓或是蓝莓感 孕妇在怀孕期间吃蓝莓的不多 因为蓝莓平时吃的就不多 再加上怀孕后 大家对很多食物都很谨慎 所以更是不该随便吃 但是蓝莓在怀孕期间 只可以适当的服用的 蓝莓中含有维生素A以及青花素 这两种元素对于眼睛有好处 平时发生眼睛疲劳等情况也可以食用 所以孕妇在怀孕期间适当的食用 每种真的可以帮助到宝宝 而葡萄 青花素也是葡萄中的主要成分 含量很大 孕妇适当的服用葡萄 还可以帮助孕妇消化和吸收 平时视力不好的小孩子 也可以适当的吃葡萄 因为其具有防护视力的作用 所以孕妇适当的吃些葡萄 也是有可能改善宝宝的眼睛的 今天分享的这两种水果 虽然不能够一定让宝宝拥有 又大又黑的眼睛 但是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特别是对于爸妈眼睛都非常小的情况 适当的吃些这些含有对于眼睛有益的物质 对于胎儿眼睛的二次发育会起到帮助 你还知道哪些对宝宝外貌会起到帮助的水果 分享给大家吗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GNU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